電影狂熱主持 陳子斌 Hello 又到電影狂熱了 沒見大家一整兩個星期 記得上集跟大家講過《春嬌與志明》 估不到兩個星期過了之後 這套已經在香港接近收成三千萬 問心 我這個港產片狂熱當然有愛心 尤其是正如我上集講過 這一套中港合拍片 但拍了上來 又有些香港的本土味 可以說這套戲 其實你說有幾本土呢 我可以告訴你 連一些外國的觀眾 或者外國的影評 看完這套戲之後 都覺得那些字幕 只能夠用一個英文字的形容 就是untranslatable 意思就是說 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因為實在太本土了 那 彭奧祥其實 今年將會 還有一部戲 都是很本土味的 將會在遲些 應該是六月尾會上影 這一部戲就叫做低俗喜劇 相信 都會是一部 令到觀眾幾瘦樂的電影 那這套戲 全片有七成是講粗口的 那 長程或者到很多上影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講這套戲 今天也都會有一部西片的上影 這部呢 叫做Shame 色慾 導演呢 是Steve McQueen 史蒂夫麥坤 那男主角呢 就是Michael Fassbender 和 Cary Mulligan 是女主角 那Michael Fassbender呢 也是憑著這部戲呢 是在去年 奪得威尼斯影帝的 那這套戲呢 就是講 Michael Fassbender 飾演的這個 叫Brenda呢 是在 在紐約呢 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三十歲的單身漢 那 對於性慾的要求呢 可以講得上是無時無刻的 不論是Cyber Sex呀 召妓呀 看鹹片呀 自己打飛機呀 或者是一夜情 樣樣都不放過的 那 我可以說呢 絕對是堪稱的這個 曼哈頓賽蘭 那意思是在曼哈頓 去到邊吃到邊 那其在呢 這套戲呢 講到Brenda呢 Brendan 就好像一個女人攝石 不論他在火車呀 酒吧 自己office的同事呀 個個呢 例如說 見到四幕交頭也好 或者一句對白也好 下一幕就已經講到 他跟女人在這裡交歡 甚至上床 那當然 這一類的情字 絕對是滿足 一些男性觀眾的 那個 Fantasy 那 導演Steve McQueen 非常之成功 利用這些影像去呈現 麥克頓大城市底下 那一份空虛和直播 有很多細緻呢 現在導演呢 都沒有什麼 怎樣作交代的 例如說 Brendan呢 究竟是做了一份什麼工作呢 只是見他呢 經常在office 走來走去 最主要呢 就是說他呢 公司那部電腦呢 有很多病毒 因為呢 他自己呢 被那些同事 或者上司 投訴他下載了很多 那些色情的影片 而妹妹呢 Karen Mulligan的出現呢 也都令到呢 Brendan呢 她這個無性不歡的生活呢 是不能夠繼續的 而Brendan和她妹妹 過往 是不是有一個 很不愉快的過去 甚至是 彼此之間 是不是有些 童年陰影呢 Steve McQueen呢 始終都是沒有什麼 著墨 似乎呢 是有意呢 留給觀眾呢 自己有一個幻想 而最後Brendan的人物呢 有沒有在這麼多的人事 和經歷呢 有所變化呢 相信要留待大家呢 入到戲院呢 才能夠找出這個答案 那麼這個禮拜呢 就是 啊 禮拜日呢 就是 第31屆香港電影金融獎頒獎典禮 那也是 時候講一下我自己的 一些心碎 就講一下六個獎項 即是男女主角配角 和最佳導演電影 那麼 那麼多套提名的電影呢 我自己呢 都差不多看完了 唯一一套沒有看的就是 舒奇的 不再讓你孤單 那麼因為基於 最佳女主角呢 不是五套都看完 那麼理論上 我就應該不辨評論的 那麼 但是最佳女主角 究竟會誰拿呢 其實都不用問啦 難道真的會給舒奇 也都不會給高元軟 是吧 那麼你說 湯圍啊 周迅也對不用問啦 那麼一定其實都 都一陪一應該是葉德閒的了 那麼 最佳女配角裡面呢 有三個 那麼強硬是提名下去 就是這個 桂林味啊 維英雄啊 和秦海露 那麼其實只有蘇杏璇 和劉嘉玲呢 是比較近磅的 那麼 但是蘇杏璇呢 雖然做得真的很好啊 那麼 但是 出場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即是在奪命金裡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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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鏡頭 只有一兩場戲 那麼 所以 如無意外呢 呂貝角都應該都會被 讓子彈飛的劉嘉玲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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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很多,所以 如果要爭的 就只剩下 王興平的父母和舅父 即是王宇和曾剛 王宇 在武俠中 先聲奪人 做恩子丹的很狠辣的父親 很有威勢,沒見過人 聽到人都打爛 而曾剛在 涉政風雲第二中 都可以說是 在戲中的重心人物 這個地主會的首領 老奸巨劃 基本上高朝偉都是由他們 獨奏,所以 你說南配角,我一定會貼曾剛 男主角方面 出現了劉青雲 打劉青雲,涉政風雲二 和奪命甘比較 兩種不同的演法,一個比較低調 而劉青雲在奪命甘 做得非常精彩 相信 葛優和姜文都會被他KO 剩下金馬影帝的劉德華 演出 和劉青雲在 涉政風雲二的表現 都是比較低調 通常低調的演出 我個人覺得會比較輸蝕 情況就好像幾年前 任大華在黑社會比較低調的演出 就輸給同樣 黑社會裡面 比較 戲好搶的劉家輝 不過劉德華 在圈裡面的人員都不錯 說不定 很多人都會投給他 但我自己會傾向於奪命甘的劉青雲 至於最佳電影和導演 其實都可以說 五套戲一起講 因為提名都是講五套 所以 首先 無可否認 《樣子彈飛》都是一部好戲 但就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說我香港本土意識高漲 其實現在 我們是選最佳的香港電影 不是選最佳華語電影 你說 一部代表香港的電影 《樣子彈飛》 雖然是因為有香港人投資 但我自己是會剔除他的 《龍門飛隔》 聽說他3D做得不錯 但是 我自己其實只是在家裡看DVD 這部電影號稱有十三項提名 但是 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提名名單裡面 連最佳劇本都沒有提名 可想而知 《隨刻》究竟有 可能浪費很多時間在影像 3D 甚至在製作方面 但始終劇本都是忽視了 加上《隨刻》 從來都不是我的杯茶 剩下的三套 其實 先講最佳電影 我自己會以《土姐》和《奪命甘》 就是《許安華》和《杜琦》封爭 我自己其實 講得明 我自己就是《許安華》的影迷 《天水圍的日與夜》 我自己喜歡得不得了 所以 《土姐》 我會貼他 拿到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 究竟結果會怎樣呢 或者這個星期日 《香港電影金像獎》 到時候我們會知道結果了 《電影狂野》 今集一直都講到到此為止了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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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